专辑中我最喜欢的歌曲是 Nothing Fails 因为它是一首如此强大且情感丰富的歌曲 歌词很优美,旋律也很动听 这是一首你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听并且永远不会厌倦的歌曲 这是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麦当纳歌曲之一 专辑中我最喜欢的音乐录影带以及为什么是 Die Another Day 这首歌作为詹姆斯旁的同名电影的宣传单曲发行 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由乔纳斯阿克伦德 Jonas Gerland指导他也指导了麦当纳歌曲Ray of Light的音乐录影带 择日而亡的音乐录影带灵感来自詹姆士旁德的同名电影 影片以麦当纳脸部的特写镜头开始 镜头逐渐缩小,露出他穿着黑色皮衣的样子 专辑的主题是美国梦和物质主义 该专辑是一张以美国梦和物质主义为主题的概念专辑 这些主题否定了麦当纳在20世纪80年代的声誉 而麦当纳评级1984年 Billboard Hot 100排名第二的热门单曲 Material Girl等歌曲赢得了声誉 American Life是一张受原声影响的民谣电子音乐和欧洲电子音乐专辑 美国生活上映后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评论家认为这张专辑令人困惑并且关于麦当纳 在我看来 专辑中最具争议的歌曲是Die Another Day 这首歌作为詹姆斯旁的同名电影的宣传单曲发行 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女人被情人背叛并准备复仇的故事 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因其暴力和色情内容而在多个国家背景 影片将麦当纳描绘成一个用独吻杀死情人的蛇蝎美人 该影片因美化针对男性的暴力而受到批评 在我看来 专辑中最被低估的歌曲是Nothing Fails 这首歌作为专辑中的第三首单曲发行 但未能进入Billboard Hot 100排行榜 这首歌是一首优美的民谣 展现了麦当纳的声乐实力 歌词真挚而感人 旋律优美动人 这首歌证明了麦当纳作为歌手和词曲作者的才华 但遗憾的是她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